英國和香港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香港的節奏很快 英國也會慢一點 我想英國不需要像香港一樣 因為做很多隻狗 麻煩你跟我們說一下 對,香港我相信大部份都會在寵物店裏做 或者自己開寵物店 我相信你們一天都會做很多隻狗 香港的店舖這麼貴 又要這麼小 當然要快手,又要漂亮 當然要默默做 但我告訴你,英國出了名是萬工 要慢慢做的,萬工出小貨 如果真的要租店舖 當然要比較貴 當然要計算租金 又有水電煤 又有水電煤 當然要多做幾隻 你要付租金 但如果我當你上門寵物美容 或者你自己在家裡開 其實你不需要太多的支出 你也可以想想 你其實是會一對一這樣做的 通常會是 我不會建議大家預約太多狗 即是一天預約十隻 那些 或者超過預約 我們這邊會寧願多一點時間 還有心機做好每隻狗 也會跟顧客聊聊天 你要當牠是朋友 這樣才行 不會像香港那麼快 對呀 你連隻狗的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快快去做完牠 我也會提醒大家 其實賺食是重要 但你上班開心 還有不要做壞自己的身體 長做長有 我一天 我自己 就只做幾隻狗 我不會預約太多 那我下班 我還要照顧自己的家人 是不是 那就 不會像香港那麼趕 基本上沒有這樣的必要 在英國的生活 和香港的生活 是兩回事